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历过这些日子 震撼你的心是哪一件事呢 有没有令到你对香港这个家改观呢 经历过催泪弹的洗礼 黑势力肆虐之下的警力真空 恐惧侵占了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施移过 警方使用的武力是否合适 在刚刚的星期日 太古港跌站里面 近距离迎面向示威者发射胡椒球 以致在葵方港跌站里面 在室内发射室外才用的催泪弹 有没有令到你有新的看法呢 当日在北角 有一场事先张扬的帮派打人 有记者被围呕受伤 向在场的警员求助 得到的回复 回复是要自己去警处报警 到深夜的时候 全弯也发生了 一早预告了的白衫人袭击 但流血事件之后 才见到防暴警的身影 两宗真是没有人被捕 这些又会不会令到你想知道 香港还是否那么安全呢 811引发的争议 亦再一次冲击了大家的思考空间 回到尖沙咀的集会里面 站在记者采访范围的女示威者 突然被疑似布袋弹射中右眼 据了解她的右眼球爆裂 很大机会会失明 而为什么过去的警方 都强调只可以射向大腿以下的位置布袋弹 会射向头部的呢 这位女士当时在在场路做了些什么 警方要用这种武力对付她呢 当晚在铜锣湾也有一件这样的事 当时电视直播片段看到 有示威者被捕的时候反手避锁之下 被警方在她的背囊放竹枝 示威者当时向直播的镜头高叫 说竹不是她的 她妈妈亦是社交媒体说 儿子被捕之后被打到脑出血 要求警方交代为什么会这样做 警方今天的回应就说 不掌握被捕人士的伤势 但就说她在事发的时候 手拿着竹枝对抗警员 被制伏的时候竹就留在地 有警员执起放入她的背囊 她承认足之并非在背囊搜出来 承认做法不完美 但可以接受 亦都可以改善 同样是当晚铜锣湾 这一批穿着黑衣 戴头盔和眼罩的示威者 亦都是政府眼中的暴徒 当中居然是有警员的 当晚就有黑衣人突然间发烂 嘔打其他的示威者 手持疑似是警棍 连同其他的防暴警察 驱赶和拘捕示威者 我们当时追问他们的身份的时候 他们有这样的反应 是不是警察 用一下你的专业知识 如何专业知识 问你 你读怎么做记者 现在问你 不是问我 你自己要衡量的 现在问你是否警察 你们自己专业的 你们警察为何用这种方式来推荐 你认为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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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不好意思 是不是警车 这辆 究竟这一连串的争议是发生什么事 警报处副处长邓炳强 昨天罕有见记者的时候 就给了这些答案 在过去一连串的示威活动里面 特别有一批人士 是会作出极端的暴力行为 所以我们警方 是以情报主导的方式 是针对这些核心的暴徒 作出全面的刑事调查 我们是有警务人员 乔装不同的身份 去进行这个行动 包括示威者 我们就是不会叫他们挑起事端 也不会叫他们进行一些非法的行为 很多香港人 很替昨天眼暴中 怀疑是布袋弹的少女很担心 你们警方在现场 是因为这些少女做过什么 要向她的头部开枪 然后夺去她的眼睛 其实我相信类似的相片 我相信大家都收了不少 有一些相片 是有一个撞似布袋弹的东西 在她的眼罩旁边 但是也有一些相片 或者直播片段 当时是没有的 究竟这些相片 的正确度 或者真实性 我们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理解 请问警方可不可以 确认到在这个少女受伤的 当时的时间段 有没有警员发射过布袋弹 根据我们现在初步掌握的资料 警方是有发射过布袋弹的 有发射过布袋弹 但是详细的时间 我们并不能完全掌握在这一刻 当问题不断累積之下 香港现在又是什么局面 为什么警方需要用到这样的武力 昨天 港澳办就这样解释 香港激进示威者 吕吕勇用极其危险的工具 攻击警察 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 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 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 上星期才形容过 香港现在是走上不归路的特首林郑月娥 她今早就有这样的解读 我再次请大家放下其见 安静了情绪下来 用一分钟去想一想 看看我们这个城市 我们这个家 大家是不是忍心 将它推下去 这个将会是粉身碎骨的心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过去两个月很少露面的特首 这个礼拜都很积极地露面 连同其他政府部门和警方 开政府的记者会 突然间都好像变得频密了 上个礼拜他除了谴责罢工之外 来到星期五的时候 更加联同商界的代表出来 预言香港的经济将会是因为政治纷争 面临一个比沙士时期更加严重的经济海嘯 他赶了超过半个小时 但只是被了四间的传媒问问题就走了 今天行政会议更加提早复会 当一切平静之后 真诚的对话 修补撕裂 重建社会和谐 将会开始 特首这句说话 是否就可以阻止到他口中的粉身碎骨呢 虽然是向社会提出谈判条件呢 不过可能对于不少人来说 要有真诚的对话 才会有平静的可能 看到晚上好像有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都好像没有事发生过 现在无差别 可能不知道 突然有人冲出来打你 或者可能不知道 你走过街 突然扔了翠雷蛋过来 你吸了就会怕有问题 很多人都很害怕 吹雷蛋射了上去露台 都不能小心了 现在周围都发生事 旅行就没问题 又扔东西又行 冲锡差馆就不太好 有时这些始终是暴力的 示威当然生活不正常才叫示威 我想我不怕得太多了 我生活要继续 现在你看到新一代 对警察的仇恨都是很深的 打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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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警察 都是很不满意 今次的很多行动里面 一些手法 但是因为警队 他们就是要服从一些命令 家里本来有几个出口 他只能封了一个 接着会下水马去闸牌 如果本来是警察 可能他们都在想如何搬走 因为很怕被标签是警察 他们很多都很不想 自己的子女做警察 有些甚至乎已经有子女 准备入学堂 都叫他们不要做 曾经有人问 我为什么他们这么坏 都有人嫁他 为什么警察会成为过街老鼠 为什么我的孩子 不是以警察为荣 是谁造成的呢 这件事真的令我很生气 这个政府 现在这两个月 是一手摧毁了 警察在所有市民 小朋友心目中的形象 林郑最和及妻疑的是你 是你 是你不去面对 是你把所有问题 就将它变成是示威者的问题 是市民的问题 将那些打成是颜色革命 是外国势力 请你抹大眼睛 市民不是要说独立 不是说香港要独立 是希望你去给一个团队 去查出所有的真相 不要再拿警队去做一个挡箭牌 不要将我们的幸福福祉 押上 我住在黄大仙的女部队宿舍 十年 我记得那星期六晚 有很多示威者 过来黄大仙这边 他们尝试包围警署 和包围警察宿舍 我相信住在这里的人 都担心这里的安全 我很同情他们的家庭困难 但是他们又不是上班的警察 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拿着棍子去所谓保护家园 在这里住的一些邻居 会认为年轻的人 一定会去示威 一定会向前冲勇派 每次回去都受到住在那里 我相信是警察的人 冷言冷语或态度很差 离开宿舍的时候 他都会问你去哪里 他都会想阻撓你 甚至乎进来的时候 他都会问长问短 又要看身份证 其实我两边都不是 但是都受到这些对待 其实都很惨 休息也是成问题的 因为有时示威者 都会拿一些光 拿一些电筒去射去 整栋楼 又试过是凌晨的时分 四五点还在那里 拿一些车在那里享安 其实都休息不了 因为黄大仙就是在家里 连家里也不敢回家 只住在朋友家里 现在尽量都不会回黄大仙 完全不想达足 不敢想什么时候回去 因为现在到这一刻 其实林郑月娥都没有道歉的迹象 也没有抛出一些解决方案 我看不到这件事有完结的迹象 除了8月5号那个日 我三点多 孙子睡觉 然后出来听到嘭嘭的声音 催泪弹,放了很多个 然后我自己很担心 我都不敢开窗 一开窗都闻了 闻到没有,全部的窗都闻了 到三点多 我女儿回来 吃完催泪弹之后 然后我就下班 到六点钟 我聞到整個黃大仙都瀰漫了 那些催淚彈的, 不知道怎樣的感覺 你沒試過, 你真的不知道那種感覺 整個身體很辛苦, 握住眼睛, 鼻子也呼不去 其實現在生活改變都很厲害 那些人的心態 例如黃大仙遊行的黑色衣服 絕對不敢穿, 不敢穿 閉上眼睛又覺得很暴力 香港不會這樣 那些人的怨氣就變重了 不敢跟他們的溝通 平時以前甚麼都可以說 但現在不同了 現在你去街上, 好像走過路, 人夾月餅丁 你買菜明顯少了, 人幫助 吃東西、食肆都少了 他們的心情都覺得是差了 我都很大壓力 家人分裂 家庭社會真的很少 現在都不敢讓他們吃飯 無奈, 我覺得前景是沒有的 就是一天做一天 今天也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沒有人會想過 我廣場也要跑出去 跑出去那一刻你就知道 我已經不是和你飛的人了 全部都不是了 第一個吹雷彈射的時候 我們不是很緊張的 其實一直都在商場裏面 大約過多半個小時左右 突然之間他再連發幾槍 那時候全部商場的黑色衣服的人 就整個彈起來 然後聽到一個信息 就是警察會衝了 那一刻大家的想法不是留在廣場裏面 而是一起逃跑 要逃跑 因為那個感覺是 我想我留在廣場的話 會不會警察都衝進廣場呢 已經很多次了 我們是不是廣場其實都不安全呢 現在每一次都是逃跑 收到訊息就跑 跑去哪裡不知道 跑去廣場都是死的 那你只會越來越影響到 每一個本來是和你飛的人 他都化身為一個勇武派 你當已經全部是這裡的區域的人 你跟不同的分別 因為你的吹雷彈 都是影響了這一邊的示威者 我們拿了批准的 我們可以在這裡坐 但是你的吹雷彈 只會影響坐在這裡的普通市民 以前沒有的 你純粹示威就是向前走到終碟 坐多一會兒走行 但是現在去某一個地方之前 你會真是想清楚 我的逃生路線應該跑去哪一邊呢 你可能只會嚇退更加多 和你飛的人就說 我不做了 我不玩了 以後逆來順受 但是本來也都有一批 可能和你飛的人 就會變成 小小的勇武派 對你的不滿更加大 更加不滿意你 更加反對你 其實政府一直會令到 恐懼感一直擴張 一直升上去 由反修例引起的連串衝突 已經超過兩個月了 國務院港澳辦昨天說 香港出現恐怖主義苗頭 特首林鄭月娥和警方就說 有極端核心暴力分子 政府反覆強調暴力的示威 損民生損經濟 衝突出現了更多的流血事件 再繼續下去的話 香港會怎樣發展呢 今天請到兩位時事評論員 分別是劉瑞兆和劉細良 你好 歡迎光臨 港澳辦的看法就是 香港出現恐怖主義苗頭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說法 想怎樣處理現在香港的示威 我想其實是一個恐嚇 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示威不絕 其實是跟警察處理的手法 有很大關係 最初就是暴動、暴亂 現在就去到所謂的恐怖主義苗頭 整件事的定性 我相信一直向著升級的方向 因為恐怖主義的話 就變成可以合理化 警察所用的各種各樣的手法 他這次說的就是恐怖主義苗頭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2016年 旺角事件之後 張曉明當時是中聯辦主任 現在是港澳辦主任 他當時說過一句說話 他就說當時是激進分離分子的恐怖傾向 其實在國內研究香港問題 那批人在雨傘運動之後 已經有這種想法出來 就告訴大家 我們不是假的 我看見是這樣的 他跟著是用了一頂大帽子 套下來 因為你一說恐怖活動 你就不說原頭是甚麼 好像正是細良壯 你不說原頭 普通老百姓就接受了 恐怖活動都是壞事 你剛才提到老百姓接受那件事 對象是誰呢 香港人內地人還是全世界 我相信首先就是內地人 因為我相信北京一直最擔心的是甚麼呢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對內地的影響 所以就先將香港的運動和內地切割 第二當然就是我相信是很多 我們叫做一般的市民 就是說對運動是比較同情的 他唯有就是上綱上線 將你這個運動 就是將它標籤成為 暴力激進都不夠了 甚麼極端暴力都不夠了 就變成恐怖主義 除了街頭的暴力示威 我們看到譬如今日有醫護界人員正助 之前有公務員 金融界專業人士都有些集會 其實這些都不是暴力 大家怎樣看現在社會那種的民氣 或者對政府的不滿 怎樣才可以 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未解決 林鄭月娥就說反送中已經結束了 The bill is dead 壽中正審就結束 但是在群眾心目中 件事由6月9日到現在都沒有解決過 因為今天你看記者會 在行政會議之前 仍然在問路透社 你是不是有沒有權力去撤回 自主權 是的 他就說這個已經答過很多次了 但實際上他都沒有回應的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自主權去撤回 但是我想大家看這一排裡面的行動 北京的角色已經由幕後走到台前 已經是他自己走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林鄭在推進逃犯條例的時候 同一天 港澳辦張曉明和中聯辦王志民 是同一天站出來支持她的 然後現在港澳辦 應該有三次了 記者會 出來是命撐林鄭和撐警 他們說止暴制亂 即是制止的動亂 但是這個制現在慢慢出現了情況 就是下面有一個E字的 是製造的制 即是官方、警方那種的濫暴 濫暴力和拘捕 已經是製造了很多反抗的局面 焦點除了街頭的示威 還有一群林鄭厚中所說 很重視經濟 或者收成期 商界地產的人 政府就很強調 現在經濟受到打擊 是不是繼續這樣的方向 或者是要補民生就可以解決到這件事 我想政治問題始終都是要用政治的手段去解決的 我想市民很快已經看得穿了 其實大家問一問 淘大花園多少錢赤 就知道這個所謂的金融風暴再臨 實際上是有點誇大 香港是面臨在貿易戰裏面的出口轉口的衰退 這個是事實 但已經是第四季、第五季的事 但的確我們看到很多示威的時候 商鋪落閘 商場生意沒有 但你留意一下 那幾個情況 一個就是721之後的 722的元朗荃灣和屯門的蕭條情況 這個是大家擔心 那些白衣人繼續無差別攻擊 市民在商場裏面發生血腥的行為 第二就是在警察進入新城市廣場 拘捕示威者裏面所造成的血腥場面 接著就是在柏麗大道射出雷彈 接著在葵芳和太古城的地鐵站射出雷彈 這些本身的畫面 我相信任何一個香港市民看到這些畫面 他都會想香港是不是仍然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不是說示威 而是安全地生活、購物 但警方就說他們是被動 示威者就是主動 所以他們就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經濟那樣東西 說回經濟 我覺得官方在計算 這個香港經濟下滑的時候 其實不至於這麼悲觀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可以看官方 他看香港問題 他也不是純粹看香港和國內關係 是看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位置 自從反送中的運動出來之後 美國曾經提出過一個說法 不是警告 是一個說法 就是如果香港惡化 他很可能 或者香港沒有民主 他很可能就會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 那個地位 但是一定沒有 北京初時是害怕的 初時而已 不過看到後來 原來只有一個口 結果沒有 今天有一句說話 就是林鄭月娥說的 都值得留意一下 他說當一切平靜之後 真誠對話就可以開始 你們怎樣解讀 有沒有什麼暗示在 是不是接下來施政報告 會有什麼利民 我覺得不需要太多幻想 這個是緩兵之計 是 他想你不要搞事 是的 現在政府警方沒有公信力 你怎樣喊兩邊拉拔河的時候 你先放手 你放手我就會放的了 你有公權力 有這麼大的機器 你怎麼可能喊人才放手 然後你就用陰招 第二 再看看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 即是等於當年蔣介石 先安耐而後讓開 大家怎麼會相信你呢 是吧 你喊現在林鄭月娥說 平靜之後你放手 我會做獨立調查 可能而已 而且你這個獨立調查 別人叫了你這麼久 你現在一點聲氣都沒有 在這樣的不可信的政府之下 你喊人怎樣 真是會 會什麼呢 你從來沒有展示過 作為一個政治領袖 應有的判斷力 和應有的承擔 然後將這件事引導 是一個悲劇 香港的大悲劇 這個根本是 是所有香港人 都是損失的 所有香港人 沒有一個人得益的 整件事是 包括北京我覺得 好了 然後你今天 以一個待罪之身 其實已經沒有人信任你 一個民望 是比梁振英更低的特首 然後叫人家 說你放手 我會有真誠對話 我相信 是不會有香港人信任的 他不斷地這樣說 其實是自我催眠 亦都會引起市民 更加大的憤怒 好 今天討論來到這裡 多謝兩位 今天除了有醫護人員 分別在幾間醫院 舉行集會之外 機場亦都連續 第五天 有人去到道場聚集 我們看看現場情況 機場的1號和2號大樓 都有示威者 而機管局就在下午4時半 已經宣布暫停所有航班登記服務 機管局也呼籲公眾人士 要避免前往去到機場 早前有人堵塞住離境入口 部份乘客更鼓掃和他們理論 亦都有旅客質疑 究竟機管局是否放棄機場 不過都有旅客表示理解 群眾在機場集會 都不是第一次 但是機場的運作 是昨天才開始受到影響 而港鐵就說 他們是因為政府和機管局的要求 去配合之下 去配合機場的客流管制服務 去提供機場快線的服務 今集我們談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二再見 再見 再見